2024开以不造车的华为向中国汽车界 投下了 问解12月 已累积5万4万115台交付的成绩 问底新式的消灌宝座 全打小鹏 千奇未来 甚至逼着理想汽车全系降价超3万 并且问解M9累积大定已经破5万 三日大定破千台 要知道这可是一台均价超过50万的车 基本是一台就卖出5个亿的销售额 光是M9就至少给赛利斯带来了250亿的收入 不造车的华为用连续5年 累计数百亿的资金研发投入 直接干脑智能车行业的绝对龙头 截至2022年底 华为车比又累计研发投入213亿 2023年又投入了200亿 要知道哪怕是去年狂卖302万台车的比亚迪 2023年研发投入差不多也是这个量子 更别提其他吃得起了 后发制人的华为 研发投入却早已超过大部分造车新势力 况且比亚迪的工程师队伍高达9万人 而华为车部门的研发人员却仅有机钱 论人才密度 华为是妥妥的遥遥理线 华为车比又分为五大产品线 智能驾驶 智能座舱 智能车控 智能云和智能车载光 其中智能驾驶产品线是核心 人数高达5000人 研发结果便是问洁上那套ADS智能驾驶系统 MDC制驾计算平台和各种传感器雷达 依托这些黑科技 华为实现了不依托高精度地图 全国各地都能用的辅助驾驶 在国内自动驾驶领域 如果说T0级别选手仅有一位 那就是现在的华为 不仅如此 华为还是下一盘大气 除去已有的智界问界外 华为还与北汽合作 打造响界 并价3到40万 正面硬钢奥迪A6L 宝马武器等BBA主力车型 与江淮联名打造车型暂定名奥界 在沿三款车型分别横跨轿车 SUV MPV三大品类 其中MPV车型售价极有可能过百万 最终做到20到100家为断 从主流到豪华车型的全覆盖 大家认为在智能驾驶 智能坐舱驾驾的华为 可以支撑其百万售价吗 问界M5 M7 M9 分别适合哪类人群 不同配置应该如何选择 长安汽车兼阿维他董事 出华容公开弟子自选模式 称骇模式才是最优解 上期董事也称跟华为合作会失去灵魂 为什么很多车型因缘牺牲销量 也不跟华为打造自选车呢 目前问界车型里分为M5 M7 M9三大系列 M5定位中型SUV 是赛利斯与华为打造的首款车型 M7有老款和新款之分 正是老款M7的上市 让影响万提前结束了生命周期 而新M7换单后便开启销量暴涨模式 上市仅4个月 大进数间超过13万辆 问界M9可以誉为M7 Pro Max加强版 搭载了完肯体的华为黑科技 M9的车长比M7要长很多 因为大型SUV车长超5米 但却通过增加前轮转角度数 实现了5.8米的最小转弯半径 几乎跟Model 3持品 新M7相比理想L7 M9相比L9 都有更强的竞争力 或者说问界就是瞄准理想法的 M7最低价格下探到24.98万 整体比L7低了5-7万 车长尺寸数据 两款车都差不多 但理想轴距为3005毫米 问界为2820毫米 这样看理想更胜一筹 但论实际空间表现是问界更好的 问界的得防率 行李箱容积都在理想L7之上 L7只有5座设计 而问界则则有6座可选 内饰配置方面 理想L7有黄后座 而问界无 理想带空气悬挂和感应后备箱 放下盘加热而问界无 两款车的续航里程相差不大 问界的NEDC综合续航 要比理想多100公里 智能辅助驾驶方面 理想L7最高也就L2级别水准 而问界M7这次迭代 主打就是ADS2.0高阶智能驾驶系统 所以不依赖高精地图 实现高速和程序的智能辅助驾驶 问界最低28.98万的 MAX后驱置驾班 已经有激光雷达 而理想则需要37.98万的MAX车型 才有雷达搭载 更何来看M7都要比L7更值得选择 那么问界M9跟理想L9应该怎么选呢 在M9上市前 理想L9几乎碾压了 其他所有豪华品牌的市占率 在细分市场的份额 长期保持在50%以上 而这次M9也是直接对标理想L9 而M9顶配的价格 比L9顶配还要贵11万 在车身尺寸方面 M9的数据优于L9 M9的三排座椅 都能达到一米的座舱空间 空间表现更好 M9跟理想一样 同样是冰箱踩电大沙发巨全 不过在具体同价位车型的配置对比上 理想L9是更占优的 比如问界分为MAX和Ultra版本 MAX是不带零重翼座椅和激光投影系统的 但这个投影仪的体验 相比L9的C顶屏确实差点意思 我自己用下来从侧面看 都能看见像素点 如果只看账面数据和近代体验 两车的体验和差距并不大 但问界会有更好的智能化体验 理想L9可分为Pro版与MAX版 两者差异主要在质驾上 理想L9 Pro版的辅助驾驶芯片 为地平线J5 总算力188T OPS L9 Max为两颗一米达OrionX芯片 总算力508T OPS L9 Pro可以实现高速NOA辅助驾驶 而MAX可以实现全场景的NOA辅助驾驶 哪怕是L9 Max的质驾水平 也被M9立牙一头 毕竟华为已经在推进全国范围内的城市NCA 除此之外 问界还有道路预描系统 可以每秒对路面扫描30次 实时调整底盘悬挂 实现磨坦效果 乘坐体验是很好的 不过如果是坐在第三排用户 还是会感受到有些颠簸 整车虽然有主动隔音 前面的车窗也是双层玻璃 但后背相冲却是单层玻璃 今时时能听到外面的风噪台噪 问界M9里Ultra要比MAX贵4万块 纯电比增程贵6万块 这样就有了四个版本车型可选 Ultra相比增程版增加了电动门 投影仪 二排右侧零重一座椅 如果是MAX车型 增程版选配 标配的是42度电池包 可花2万元选配52度电池包 这个性价比不高 没必要 MAX选配零重一座椅 需要额外花费2万块 选配激光投影系统 也要2万块 因此相对而言 MAX的性价比是更高的 据门店销售所说 80%的用户 都是买增程版本 这个用户里 会有7人选择Ultra版 目前华为与车企的合作 有三大模式 零部件模式 亥模式 和鸿蒙自行模式 零部件模式 及整车OEM 为车企提供需要的软硬件零部件 华为在这块是个老兵 13年就开始做车载通信模块 后面又给奔驰 宝马供货 比亚迪吉利上汽等 都是华为的客户 亥模式 由车企负责开发和制造 而华为提供智能座舱 智能驾驶等 如长安华为 您的时代携手打造的阿维塔 论传统造车 肯定是长安更内行 华为只需要负责智能化就好 二者强强联手 这也让长安突破了 10到20万的低价区间 在35到40万高端市场 站稳脚跟 鸿蒙自行模式 及车企彻底沦为华为的形状 出去生产制造外 车企就可以躺平了 其他所有的环节 都由华为一手来操办 不仅参与设计 营销 甚至还将车 摆进手机店开卖 手机APP打开华为商城 就能直接订购了 遥遥理先 但鸿蒙模式并不是一蹴而就 而是在华为内部 造车派和不造车派的多次斗争 反复横跳中探索出来的 华为车BU部门 起源于2019年任正非签发 关于成立智能汽车 解决方案BU的通知 隶属于ICT管理委员会 任正非强调 华为不造车只聚焦ICT技术 像AI车联网云计算 都能归纳到ICT范畴 传统汽车就是三大件 发动机 底盘 变速箱 但这些并不是华为擅长造的 就连造车几十年的吉利比亚迪 也搞不过外国人 因此华为只做电车时代的增量零部件 比如智能座舱 自动驾驶 汽车大模型等 以实现弯导超车 难道华为当初就不想 直接下场造车吗 至少于成东肯定是想的 用他的话说 华为走零部件模式 每年有100多亿研发投入 都不能直接变现 因为车企不买账 如果是华为自己造车 这些技术都有了落体空间 可任老担心的是 如果华为自己下场 会被欧洲车企受威胁 华为在欧洲的运营商业务 也会受到打压和制裁 因此只该以供应商的身份进军 2020年任正非继续强调 华为绝部造车 却进一步增强车部门的话语权 将车BU部门从ICT管委会 移至消费者业务管委会下 2021年 政治取消消费者管委会 让车BU与终端BG 数字能源华为云计算 排思一起 列为华为内部五大一级部门 华为内部的组织架构更扁平化 汽车业务的重要性 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包括让余成忠亲自作证 同事单类终端BG部门 CEO与车BU的总市长 任老明面上说不造车 但华为对汽车业务的重视程度 或许比大部分人想象的都要深 华为汽车业务发展如此迅猛 并不是一个部门的功劳 华为其他四大一级部门 都能用不同的方式 为车BU赋能 如终端BG 在车机上搭载鸿蒙系统 论智能车机 还是小米魅族 这样的手机场正在 毕竟有丰富的软件协同和OTN体验 鸿蒙系统有一个优势 就是当开发者把手机APP写完 开发平台会有一个自动的编译器 自动编写适配车机 手表IoT设备的版本 当手机APP更新时 车机版面也能同步上限 大大降低了开发成本 和丰富的应用生态 华为云计算则可以从三个方面赋能 一是生产环节 帮助车企造好车 比如造车生产线的 数字化转型和管理 2019年 华为云就已经和长城汽车合作 一计也是华为的客户 并在华为开发流程优化下 将产品开发周期缩短了6个月 整体开发效率提高40% 因此华为今天做自选车的 开发流程和经验 都是那时攒下来的 先服务外部客户 给自己练好了手 二是数字化营销方面 帮车企卖好车 三是让消费者用好车 提供车联网 地图导航等支持 海思全城是华为 提升电路设计中心 是全球领先的半导体设计公司 主要产品有AI芯片 生腾 手机SOC芯片 麒麟系列等 为车皮尤提供 汽车芯片方面的支持 华为在数字能源领域 属于隐藏大佬 光伏逆变气领域 华为已经多年做到全球第一 两年前还拿下了 至今为止 全球的最大层项目 在汽车车机 电池热管理方面 提供技术 支持都只是一方面 但很多人不知道 却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件事 是今年1月4日 华为在数字能源公司 与赛迪斯签下全面合作协议 将在全国340个城市里 部署4500多个高速充电站 超过70万根公共充电桩 其中有10万根 还是600千瓦 全夜冷超级快充 要知道 特斯拉在全球范围内 这么多年 也只有4万根超级充电桩 华为这样庞大的下注 很明显将来会牵头 打造一个充电联盟伙伴 让其他品牌电车 也能共用充电桩 加速电车时代的到来 一旦完成这步 华为将形成 车加桩加光加土加核加质 的六维一体 新能源产业链生态闭环 上流华为光伏 源源不断生产清洁能源 中流华为储能产品 存储能源 下流依托各种车型和充电桩 提供高效的绿色初心服务 包括华为还有自己的 数字能源管理平台 通过虚拟电厂 提供对电网的削风填骨 增强电网稳定性 以及通过AI自动调度 实现低碳节能运转 可以说华为在布局一整盆大气 并且全面对标特斯拉的生态模式 感兴趣观众可以暂停观摩 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 骇模式和自选模式 究竟谁优谁猎呢 台湾董事长朱华荣表示 骇模式是最优解 因为双方都能明确分工 优势互补 上汽广汽都明确表示 拒绝跟华为深度自选车合作 对于有实力的大型车企而言 这样会丧失灵魂 常常的车企如果怕失去灵魂的呢 也不会想我们 当汽车进入智能时代 最核心的莫过于自动驾驶 智能坐舱智能网联 如果这些都由华为一手把控 车企只负责整条制造和组装 这种相对技术含量不高的活 就会逐渐丧失话语圈和竞争力 但站在华为的视角 于成东就很不服气 说你又搞不定智能化 明明什么都没有 还要瞎折腾 而且骇模式需要按照订单规模 跟车企分成 要是车型卖不好 成不了爆款 华为想要回本都难 比如阿维塔2023年目标10万台 但最后仅完成目标的27% 自选模式 华为可以一手掌控所有细节 借助品牌力和渠道快速变现 而且如果自选车卖的好 华为同时也可以挣到两笔钱 拿到更多订单 华为是一家非常在乎业务引领能力的企业 任正非的一部内部声明表示 公司业务里 华为只关心收入和利润 而在华为内部 唯一亏损的业务单元只有车比U 每年都要投入超过100亿 但去年上半年的营收也才仅有10亿 要知道华为整个集团上半年 总营收为3109亿 整个车比U营收仅占0.3% 下半年问洁的大卖 虽然华为看见了曙光 但压力也很大 于成东算过一笔账 这需要华为至少帮车企实现100万台的销量 可华为在自动驾驶上的投入 还需持续加码 目前车比有70%的研发投入 跟自动驾驶有关 而2024年 车企在自动驾驶领域的投入和竞争 这会越发激烈 L3逐渐开放试点 各大车企都在城市NOA发力 经过多年市场教育 现在的消费者已经将自驾水平 作为核心购买因素 小鹏销售表示 现在50%的人买车 都会主动选配支架功能 哪怕平时不用 但不能没有 车企在自动驾驶上投入的研发 注定是一场矿日持久的拉锯战 因此华为便有了 将自己车BU核心技术和资源玻璃 淋入外部资金共谈成本 独立运营的打算 新公司暂定名NEW COO 像赛迪斯江淮一气 以及巨船跟奔驰奥迪都有发出邀约 长安已经回应华为 并签署了投资合作备忘录 这种方式还有一个深层次好处 就是将来大家要是合作做制选车 合作车企其实客户也是股东 执行起来就会更放心一些 这家新组建的合资公司 没有可能会成为华为车企联盟的中台 去年开年以东风为首车企 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价格战 而问界M7的换代 则将掀起新一轮的价值战 其新能源的下半场将着重比拼智能化 经过多年市场教育 消费者已经将智能化水平 作为购买的核心角色考量 而48伏技术则是汽车 车内设备供电那块电池的输出电压 相比传统12伏 48伏能满足汽车更高工具的用电需求 并且让更复杂的车载交互 自封驾驶 高阶AI计算成为可能 换句话说 此时汽车已经不是传统的机械概念了 更像一台计算机 一个机器人 让大模型更好上车 目前理想自己的大模型系统已经上车 可以正式使用 我自己也体验了很久 发现AI大模型与汽车的结合 将可能彻底颠覆我们对车的期望和体验 比如我今天想开车去市中心 我可以让AI推荐附近有什么好吃的西餐厅 并在中途找一家超市买一瓶快乐水 AI能自动规划最佳路线 甚至向餐厅预约位置 这个过程省去了打开大众点评 挑选餐厅路线规划的过程 大模型还有一点 在于可以帮助用户跳出L2到L3的恐怖鼓 L1 L2大部分驾驶行为 依然是车主亲自操作 但到L3级别 很多驾驶操作都从人转移到了车身上 这个过程需要车主高频的接管 让人很不适应 使用过程中 你会不断担心自驾是否真的安全 以及目前自驾系统正在做什么 但等自驾进化到L4 L5时 不需要经常人为操作了 反而会更放心一些 大模型可以像人类一样理解外部世界 实现通人性 在使用L3时 它能帮我们理解自动驾驶的思考和决策 以及需要接管时提前提醒 这样车主们才敢用L3 很多车体内部已经启动相关研发了 而华为本身也有很深的大模型技术积累 国内一半的大模型 也是基于华为深藤AI架构孵化 加之于手机LT设备的联动 华为大模型上车 相信一定会有非常多的想象空间 浮造车的华为 却能掀起一掌中国电车新时代的革命 这背后是无数华为人的心情研发和努力 在美国的极限封锁下 华为依然攻克技术难关 在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访华期间 华为毫无征道的突然发布 自研芯片且支持卫星通话的Mate60发售 新州已过万成山 为中国制造在全世界赢得了尊重 如果你还想听更多华为汽车故事 可以积极评论区留言 这里是三区兄弟 我们下期再见